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用一生去探讨的课程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人与人交往中要记住十条规矩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 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很多时候有些话出于某种顾虑 亲人未必能完全分担 所以优质的友谊 往往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护航 但是人心是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友谊的宝贵 却忽略了维持友谊的重要性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你们本来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慢慢有了隔阂 渐渐疏远 到最后分道扬镳 所以朋友之间不管关系有多好 也要留一些潜规则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很多时候并不是单向选择 并不是有你没他 而是多项选择 可以双赢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也存在着这潜规则 了解这十条潜规则 会让你与朋友相处得更好 一 修养 懂一点人情事故很重要 不论你们关系有多铁 都不要忘记礼仪 人情冷暖 现实生活有很多残酷之处 混得好 混出个名堂 就必须让自己懂一点人情事故 朋友交往中 也涉及很多礼节的东西 如果完全置之不礼 也会破坏友情 与对方深入交往时的礼仪 尤其是对对方家人时 是否做到尊重对方家人 要拿捏好尺度 不然莫名其妙地 在友情上产生损伤 而不自知 无论是礼仪 还是人情事故 都很重要 这不仅是对他人的 尊重与否的问题 更表现了一个人的修养 体现你这个人的品德问题 不注重人情事故的人 容易傲慢 自大 在伤害别人的同时 最后也会害了自己 三国汉昭列帝刘备 为兄弟报仇 轻视挂帅的年轻书生陆逊 结果被对方 在一庭以火攻破支 落下个悲惨结局 二 诚信 借钱借物来往 应注意 有些人认为 朋友之间不分彼此 还有些人广交好友 却将朋友功能化 所以求办事 借车 借钱的事 是有发生 其实这种纯粹功能化的想法 是非常损伤友情的 换句话说 这根本不算友谊 友情一涉及到金钱 往往会变得比较难办 如果跟朋友借钱 说好的期限 就要尽早还 信誉 算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了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靠一个成字维持着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毁约 你毁坏的 不仅是你的友谊 还有名声 玉璃子中记载了一个 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 纪扬有个商人过河时传沉了 他抓住一根大麻干 大声呼救 有个渔夫闻声而至 商人急忙喊 我是纪扬最大的富翁 你若能救我 给你一百两金子 待被救上岸之后 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 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 渔夫责怪他不守信 出尔反尔 富翁说 你一个打鱼的 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 突然得十两金子 还买卖不成仁义在 一份厚重的友谊 往往比生意更重要 谦卑 不要在朋友面前炫耀 树大招风 你有什么事情 就不要天天摆出来了 幸福自己知道就好 摆出来了 那就是虚荣与炫耀 你买了辆新车 你买了个新房 你交了个新情侣 这种事尽量避免 在朋友面前晃悠 每个人心里知道 不宜在朋友圈炫富 在朋友面前也是一样的 你在朋友面前分享喜悦可以 可是太过了 就是炫耀 你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心境交友 得来的 不会是对方羡慕的眼神 而是距离 你与好友之间的距离 距离产生的不会是美 而是隔阂 谅解 处事要对事不对人 事过则算 朋友相处 总难免产生矛盾 除了处理尺度外 也要尽量做到 对事不对人 事情过了就过了 不要记仇 不要追究 给人留一片转身的余地 也是给自己一片 更开阔的天空 管仲和鲍书牙 合伙做买卖的时候 管仲家里穷 出的本钱 没有鲍书牙多 可是分红的时候 却会多拿 鲍书牙手下的人 都很不高兴 骂管仲贪婪 可鲍书牙却解释说 他哪里是贪着几个钱呀 他家生活困难 我是故意让给他的 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 结果都被罢免 鲍书牙不是认为 管仲没有才能 而是没遇到赏识他的人 管仲曾带兵打仗 进宫的时候 他躲在后面 退却的时候 他却跑在最前面 手下的士兵都瞧不起他 可是鲍书牙却说 管仲家里有老母亲 他保护自己 是为了侍奉母亲 并不是真正的害怕 管仲听后感叹道 知我者抱子也 最后管仲成为辅佐齐国 称霸的一代名宰相 五 尊重 避免评论朋友的朋友 不管朋友的朋友 所做的事情 在你看来有多愚蠢 不要轻易做出评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 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适当保持沉默 也是对友情的一种尊重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不会轻易去评价别人的好坏 更何况是朋友的朋友 人生娇气无老少 论娇何必先同调 你有你的选择 你的朋友也有你朋友的选择 你需要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 无论是出于尊重 还是一种好心 你都应该记住 少说为妙 六 距离 不要跟朋友的伴侣多来往 这是一种很敏感的事 即使你可以保证自己不出问题 但你能保证 人家对你没有任何心思吗 朋友相处 同朋友的伴侣 也许狗血剧 只是电视节目的剧情 但这种事 还是不要单独多来往 有人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虽然带有粉刺之意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做好你自己 出好你自己的圈子就好 朋友归朋友 距离还是要保持的 这样的距离 不会让你们疏远 反而让友谊得到维持 友谊要像清晨的雾一样纯洁 友谊只能用忠实去巩固它 七 心安 如果不是请客 就别让朋友买单 朋友间的便饭小聚 最好是A1制 也许一顿两顿 的确不算什么 也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难免会让朋友不舒服 为人处事 只图个心安理得 常叫朋友结账的话 难免会让人觉得 你是爱占便宜的人 而且自己心里 也不会觉得踏实 八 坦诚 有时候真相很受伤 不要害怕说实话 即使有时候真相 会让朋友受伤 但坦诚 是牢固友情的基础 不要羞愧于 承认自己的错误 要纸面所犯下的过错 请求朋友的谅解 相处要坦诚 见善则谦 有过则改 这是老祖宗的教诲 也是我们该时时刻刻牢记的 人难免会犯错误 有的人选择面对 而有的人选择隐瞒 瞒得了一时 瞒不过一世 如果不是坦诚告诉朋友 当一切真相大白的那天 你们的友谊 你还能靠什么维持 你的朋友既然选择了 你作为朋友 就一定会接受 你的缺点和过失 坦然去接受现实 比绞尽脑汁 去粉饰 来得更坦荡 温厚 就算是好友 也不要用太刻薄的言语 不是所有人 都会接受 逆耳中言的 很多人总是误会地以为 你对朋友所说的 中言逆耳 是关心朋友 是为对方着想 对方凭什么不理解 很多人总是误会地以为 自己大大咧咧成性 朋友不就是该直言不讳 以互损为乐吗 朋友 你如果这样想 就真的错了 别拿中言逆耳当借口 在别人听来 那就是刻薄 朋友间无需遮遮掩掩 剩下的就是如何表达的问题了 刻薄的人 难免给人留下浑身试刺的误会 而一个温厚的人 就更容易相处了 问题出在朋友身上 而如何提醒朋友 就是你的选择了 一个温厚的人 在哪儿结局都不会太坏 十 感恩 换位思考 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 世界总是很美妙 懂得感恩的人 看到的 总是别人的美好 也更能理解和宽容别人 所以要多记 朋友对自己的善待和帮助 滴水之恩 永全相报 善和爱 才会在彼此之间流动 当朋友拒绝自己要求的时候 要多换位思考 体谅别人的不义 将心比心 切行且珍惜 才有可能 经营出美好的友情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